欢迎你继续收看尚街关心地困的南岛新闻 过年是掌握团年一日 团统的理财没就都是大虚大肉 这对到我们的健康才会去做生互动 特别是出来有万象一百中价 减加这些注意到人吃的健康 南岛参议就建议我们的乡亲 改变主持方式和实材生得 肉、鸡油、鸡糖、鸡盐和鸡汁的実施关键 就会等来享受健康有个好吃年菜 过年应景的时务大多数是大虚大肉 经济变因翁年的通计 过了春节过后民众体重平均增加1.5仅两公斤 应该做营养素来做到大新的体制 都说改变主持方式 每当来加十千产菜 可以增加签加的入住 不能够利用醋 也就是说2分 来减少也要塑用再丁丁 细细的还有酒里 竟是要斩着 很好的方式像用水煮的 蒸煮的方式 或者是利用烤箱 其实我很建议使用烤箱 烤箱它其实就可以把这些食物本身的油脂 它其实就可以保存起来 内脏这些的 或是肌肉会有带皮的这些 这是高脂肪 高油分的 我们要聪明选的话 当然就是第一个汤底 它要选比较低油的这种汤底 那过来就是料的话 以蔬菜类为主 另外家里面有糖尿杯 确实是说国会也不再有新准备这些玩家 不要大吃大喝 也要有充足的困民 也还有系统的运动 像我刚刚讲到 如果说家里有糖尿病患者 你有在使用这些像年糕 发糕这一类的 你可能就是以少量为原则 那你如果说内餐有吃到这些淀粉类 那你可能内餐的淀粉就尽量少摄取 结果存在期间是流行感 结果当危险将会发生的时期 会由民众出现公共党所 来保持好的卫生习惯 要过来洗手 特别因为破坏 来破坏到贵则欢乐的气氛 是流感的季节 所以可能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这个会跑急诊 我们南投医院都有提供这些服务 那过来就是因为容易吃得多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肠胃炎的问题 以往是平常的简单来说 百度多油多糖多糖多糖的关键 有万人买的关键 过年期间也会来准备 平常是应息的习惯 并且建议来保持温暖的习惯 在此是可以出国行政 增加身体华丹量 好健康来背叛大家过年 以上 明星 参加国度